扶住她 扶住她 然后往向前 就是不能用到手里 不然就没有见效 大多数我是指望他们不要做太多脚的 因为女孩子的脚弹比较容易打 所以我是想在这个期间内 叫他们多做一点卡溜的方便 就是跑步跟躲 就是可以尽量减轻他们体重 最好 最大的进展应该是Catrine吧 从那时候到现在 我可以看得出她的整身已经开始比较熟 尤其是她的脸部 人见人爱Kitty王 挑战输了 没得完 又是大家使出浑身解数 争取继续留在节目中的机会 今天是轮到男子组的一较高低 是的 和女子组一样 成绩最不理想的朋友 将不能和我们一起继续 这段Keep Fit的旅程 好 马上来看看比赛的内容 朋友们将连闯六关 首先得越过平衡木桥 然后要靠手臂的力量荡过猴架 再来要完成双肩举起的动作五下 垂直的仰卧起坐也要一口气完成五下 要越过这个双杠也是满考功夫的哦 最后得向前跳跃才算大功告成 花最长时间完成者将被淘汰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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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mond第一个上场 压力难免不小 你今天是第一位 对不对 第一位有没有压力 有啊 我最好是紧张 然后马上去虽然没有就 对 很多人是 摸得正脚了 对 之前训练的时候 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没有 完全没有 没有 要当过猴架还真不容易 打 走 走 Edmond一开始就遇到挫折 这会影响他的性侵吗 你觉得你今天的表现怎么样 很差 真的很差 对 如果你最差的表现都能让你入围 你会怎么样 我会更加地努力去训练 好 Edmond对今天的表现有点失望 觉得有失水准 到底成绩如何 我们拭目以待吧 我是认为应该是Uncle Douglas 因为他最老 我觉得他比较没有事情 我觉得可能会是Tain 他没有真正当过兵 然后没有接受过这样的体能测验 我猜测是Ryan 因为他肢子最大 他会不会也在半途中出状况呢 完全没有出现任何的状况 就是当作很像当兵 像那种Oxical Coss 这样的 真的 你的Monkey Swing真的是一流 真的很像Monkey 星星 好 到目前为止 Ben的表现还算不错 动作也很敏捷 他又会给自己打几分呢 所以你觉得你今天的表现怎么样 台湾讲不用谦虚的 快来 讲 不错 比我Betit的时候比较好 我赢了 还不过你了 表演型的运动员 有信心就是成功的一派 看Ben在双杠上的动作那么自如 看来他今天的成绩应该是可以过关 Douglas也会那么顺利吗 你觉得Douglas最辛苦的是哪个部分 Bring Bar是最辛苦的 Monkey Bar 所以我们就想去一个办法就是说 用旁边的同鞋式的走比较容易 你给我的感觉好像是从头到尾 你没有呼吸到 我跳的时候细细比较容易跳 比较轻对不对 对 Douglas虽然是年纪最大的参赛者 可是他的表现却稳扎稳打 耐力方面绝不输给其他的朋友 他会不会再次证明自己的实力 在这个回合里再打一次胜仗呢 看到他跳这个Poward Jump的时候 很唱好像一只Cangaroo 你不觉得吗 很帅 很帅 真棒 高达的Terence会不会占优势呢 听说那个Monkey Swing是最难过关的 为什么你们一个两个可以这样很容易的 轻而易举的就过来呢 因为我们已经有戴手套 手套是有帮助的 你看 我是真材实料的 你看 好了 你赢了 你最棒 而且里面还放了那个Blaster 对 有Fair 你觉得今天谁会被淘汰 蛮难的可能是 对 我就是跟他看速度 不然的话如果Ryan再出差错的话 可能是Ryan Terence分析得头头是道 祝他在这场比赛中能脱颖而出 有骄人的成绩 Grant在上回合的挑战中侥幸过关 所以这次心里难免有点战战兢兢 你在几个阶段吧 有出现一些小状况 对 然后在Monkey Bar 我觉得是因为我很紧张 因为我们在训练的时候 我们都其实我没有问题 通过全部的一些 障碍 对 可能是因为在Monkey Bar的时候 我不小心失手了 所以我觉得我心心就掉了 可是我觉得 只要我们继续努力 继续往Kidby这条路走 我们一定会成功 Grant勇往直前的精神果然可佳 可是他在双杠上的速度 却开始慢了下来 难道他这次难逃二运 淘汰的参赛者 看 Alan怀着十足的信心上阵 可他万万没想到 有一个大惊喜正等着他 节目制作组 已经悄悄地安排他的老婆和儿子 来到比赛现场 为他加油打气 除非在终点的地方迎接他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运动型 或是建立型的 所以这种靠技巧的 我有一定的信心 不过是紧张 正在距禁会神闯关的Alan 只想着好好的表现 完全不想着家人已经抵达 好戏在后头 大家别错过了 Alan 谁要 谁来支持你 你看 你再看一看 今天谁来支持你 你会不会很惊讶 会 我觉得他会来 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看他说得很累吧 看到他就什么都忘记了 在这两个星期 Alan是在家里是怎样训练的 运动 然后做工 运动 做什么样的运动 坐到还有去楼下跑步 你是说之前他还是没有这样的 之前没有 没那么积极 没那么积极 有没有信心可以过关 过关 没问题 没问题 我希望拿第一 在上一回合的挑战赛中 表现也不理想 他今天有没有办法翻身成功呢 来 加油 加油 不要紧张 开始赛 动 动 动 来 继续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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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最担心的是那个滑梯 因为我的脚的力不够 那个脚要上的那部分 还有那个 parallel bar 那个猫猫猫是太滑了 有人的汗在上面 我就滑了下来了 他能不能迎头赶上 在这个回合取得好成绩 并且不被淘汰呢 我发现到刚才 还没有开始挑战的时候 你的情绪是属于有点 内敛有点低的 是不是因为真的压力很大 很大 因为很多朋友都在支持我 就每次都问我 你淘汰了吗 他们问你淘汰了吗 他们一直给我很大的鼓励 就是不喜欢我被淘汰 你为什么在流血 你发生什么事 流血在流血 你不要吓我 很可怜 你来啦 姐姐 帮你服药好不好 来 最后上场的Ryan 之前非常积极的练习 可是也许紧张过度 在猴架上 也不幸遇到状况 做到那个顾分 我手已经有力了 真的 已经体力都加好了 手已经关了 那还有紧张 你看到其他人的表现也是很好 对你来说 有没有特别大的压力 压力不重要 其实我觉得 大家来参加这个游戏 我们已经是朋友了 你真的不想成为我们的Kid Fit王吗 对 可是 我当然是想超越每一个 这就是 可是都是要平衡 友谊是友谊 比赛是比赛 最重要其实也是要安全 也要安全 不管你怎么拼 都要注意你自己的安全 做那个Ford Jump的时候 你的手盒是这样的 对 为什么 我 因为我跳 我会向前打 所以我这样 可能我可以把它的重量 给在后面 中心 找到中心点了 对 不过你这样做是对的 又是到了最残酷的时候了 是的 很快的呢 我们就要公布成绩了 那我们会叫出一些人的名字 请你们站到我们的旁边 第一个是 Glen Edmond Ryan Tay Glen 和Ryan 谢谢你们的参与 很抱歉 你们可以回家了 然后洗个热澡 吃个包子 继续努力训练 跟我们一起进行这段旅程 恭喜你们 哈 Yep 哈 恭喜恭喜 在我旁边有Edmond 还有Tay Edmond 我知道呢 你今天对你自己的表现呢 是非常失望 因为平时呢 你可以做得很好 而且呢 你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 很抱歉 你今天的成绩 是真的很不影响 想跟你说的是 你今天的成绩呢 比平时快很多 在这里呢 要非常恭喜你 是 你说呢 你的朋友很支持你 希望你能够顺利过关 对 Tay 你的朋友 今天 会很失望 因为你被淘汰出去 对 非常抱歉 对 嗨 OK 恭喜 今天呢 成绩真的比平时快很多 这里呢 你要感到很高兴 对 所以今天呢 真的很可惜的 你就要离开我们了 有什么话要说的 被淘汰是意料之中的 所以 只是很舍不得这些朋友 我一直在都知道 我跟他们之间有一个距离 所以他们就是我的目标 我一定要超越他们 虽然我做不到 至少我把距离拉近了 我们呢真的很佩服你的意志力 因为呢 虽然你知道 可能在体力方面 你并不是最佳的 对 可是呢 从来没有说过你要放弃 你都一直坚持到底 所以在这里呢 要非常感谢你的参与 继续努力了 谢谢 会的 Hotay 其实刚才我看到她 是今天我们被寄出去的朋友 其实感到非常难过 因为这么多天以来 我们都已经在一起训练 而且 她本身也是一个非常有精神的文位 真的 这个节目真的让我们更了解大家 当青海说 宣布我的名字的时候 我以为我真的失败了 可是当他讲说 可以继续那里程 我的心是真的整个心掉了下来 今天的表现真是太差太差了 没必是我自己今天的自信太大了 对自己太过有自信了 所以 有点轻敌的感觉 我可以来继续下去 我很高兴 所以 我学会了不要太过的 太过的pro这样 新传媒电视 U频道 新传媒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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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传媒电视